回到节目时间 起价提供两房单位为主 一房供应占少数 严收的单位408尺 是面积较大的一房 厨房比睡房大 不过有一半的空间 预留作为出入通道 令可用的空间减少 另外浴室的座翅左摇右摆 似乎还未装好 由两座物业组成的起价 每层有5至6个单位 住宅楼层由6楼开始 3楼是汇所 每车管理费大约3.8 检收单位属于一房 一类单位占总供应少过两成 只够大约50个 全屋铺上幅合木地板 起价275个单位 全部设有露台 这里拖门门锁坏了 我们锁门的时候 譬如这边 可以全部落下来 成熟度 但是这边的锁 不论如何用力 都是全部落下来的 它要调调锁的位置 可能将门锁移过一点 让锁下来 单位望向圆周街 附近主要是高楼大厦 感觉比较局促 而下方是几乙座共用的泳池 单位408尺 房间占了大约50尺 房内横梁震位多 加上窗台幅度不够 难以摆放家具 它这个窗台不是很阔 它不是整个房间的阔度 这个感觉上 这边有一幅实墙 其实就会有一些障碍的感觉 如果摆衣柜是这个角 本来给你一个窗台侧边的实墙 去摆衣柜都很理想 但上面的天花 就因为有横梁在 还有枕头位 包了冷气机的后盆 出去窗台顶的位置 这里的衣柜都不做得高 你用不尽9尺8寸的空间 厨房面积比较大 接近60尺 但同样地 空间难以用尽 工作台面和楼头一致排开 其余一半空间是通道 真正用到的面积 我想是少了一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桌面就是 这里两尺 只有一点 这里有两尺多 你想想 少了一半是 比你真的可以用到的空间 这边整幅墙没有柜 也没有桌面 其实它本来有很多是选择的 这里做一个转角桌 其实你整个感觉已经 走廊的通道就断 工作的用到的地方又大些 厨房执门又阔又重 门较容易松脱 日后要多加检查 而且一旦打开柜门 拿物品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两尺多 只剩下这里 一揽手8寸多些 其实就是说 如果站在这里 这个就很容易撞到自己 我拿着一些东西 其实基本上不可以这样 我一定要拿起它过来 浴室有窗 设备包括暖灯 奇缸的热水炉和花灑 安装位置有冲突 所以有机会流入缸底 下面那个水喉的接驳位 刚刚正正在一个砖那里 就开了两个洞 这样就接驳了水喉 但是这些旁边 就没有做到 那些填满的一个处理了 其实呢 正正就会有一个弱点 那些水有机会 不在这些砖口位 流落到砖底 正正在里面 那个位置 那个缺口就滲了去砖底 那其实就不理想 长期潮湿住的两个水喉接驳位 会制造一个更加大的问题 日子有功了 有机会会氧化 有机会导致有收拾 座车似乎未安装好 用起来会左摇右摆 你用的时候 有机会挨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移动 那因为水箱有些喉帮着 你每一次用一用挨挨挨它 它是挖挖 那会没那么耐用 那些喉帮挖得多 容易会造成漏水 所以这个呢 就一定要装紧一点 一般呢 这只呢 其实在水箱背那里 加上少许玻璃胶 墊住了那个空隙 那你挖下去 就动不了 就已经解决了问题 另外座车的进水后 水阻已经磨舌 未能够正常开关